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 《编曲 》 年中很少一段時間 都有兩三隻脫掉出来 心口有些偽悶 做完心战頭就馬上發現 心臟不太脫餓 有些研究指出 血管生失的血块里面 竟然可以找到 一些口腔的牙周病的致病菌 慢性炎症原来是心血管病的炎痛之一 牙周病是比较常见的系统性炎症 发炎因子也会走进血管 刺激了触状硬化的形成 牙齿和心臟这两个器官 好像大腾都扯不熬 但近期研究发现 原来亚洲病有机会引致心血管病 而且与糖尿病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今集会和大家探讨 Corman在去年11月时持续嘔吐 起初他以为只是肠胃不舒服 谁知道入医院检查 才发现潜藏着更大的健康危机 他有些作呆作呆 直接吐了出来 发觉连续两三天都是这样的情况 还打算是否吃错东西 怎料去到这么大件事了 入医院 然后说胸口不舒服 就立刻做了心电套 最后告诉我 我听到我的血管里的状况不太好 就有些已经收窄了 之后就要做手术 去通波仔 去做肢体 去扩大一些血管 第一句就问医生 什么真是这么严重 我跟护士说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什么衣服都没有 可否下回很近 可能我乘的士去 然后拿着衣服上来 护士都不让我这么做 我都猜到的情况 不是这么简单 当时入院 Corman都没想过会这么紧急 需要即时安排入手术室 做通波仔手术 而手术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 放了第一个支架之后 因为他感觉到胸口不舒服 所以医生决定 将手术分成两天进行 这个就是真的心脏的整个报告 心脏里面主要只有三条血管 就是说三条都有问题 有点暗暗惨惨的 之前这个位置比较窄 这个位置比较窄 这个位置比较窄 做完之后就立刻扩大了 就看到血的流量就会好一点 不过他出院之后 出现消化不良和呕吐 所以要再入院做胃镜检查 第二次住院期间 医生发现他原来有严重的牙周病 担心心血管疾病 可能跟牙周病有关 第一次可能那个焦点 就是在心脏多一点 第二次因为牙齿也有食物 医生也看到我的牙齿 似乎你的牙齿有问题 我也坦白地跟他说 我应该有牙周病磨 他也有提及牙周病 也会影响心脏 身体状况更好 做了3D X-ray 去看看牙齿的状况 我现在的牙齿数量是少了10个 牙肉萎缩情况也非常严重 去到有些位置要补牙骨 会有个假牙可以做到牙洞 如果想了解牙周病 为什么会引致心血管病 首先我们要了解牙周病是如何形成 口腔内的牙菌膜会依附在牙齿表面 和牙银边缘 如果没有彻底清洁 牙菌膜内的细菌会分泌毒素 刺激牙银 引致牙银发炎 而牙菌膜被口水盖化之后 也会形成牙石 当这些牙菌膜和牙石长期积聚 会令牙筋和牙银分离 恶化下去会形成牙周袋 和牙草骨萎缩 最后牙齿会失去支撑而松脱 移毁甚至脱落 我们口腔内有很多细菌 导致牙周病来说 细菌来说超过有八卧几种 而牙周病当然是致病的菌引起 刺激牙的时候 有机会碰到牙肉的地方 会开始有出血的状况 如果健康牙肉一般的情况来说 是会能够比较上结实的 还有吃东西、咬食 甚至你碰到的地方 其实牙肉附近的边缘 都不会出现出血的状况 牙齿其实最不干净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牙脚的地方 接着牙肉和牙齿 接养U字形的位置 往往是最多牙石 在这里会聚集的地方 而且一些牙垢膜 也会在牙石上膏铺得很厚 第二个位置就是牙与牙之间的牙縫位置 不过要准确诊断牙周病 除了透过X光检查牙槽骨的萎缩程度 而剩一般都会用牙周探针做临床检查 牙袋其实里面有很多骯髒的东西 而这些细菌也会沉积在里面 这个探针上膏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黑度 我们探进去的时候 刚好显示到牙周袋的深度是多少 3-5mm已经开始有牙周病的初期情况 而5-5mm或以上 其实已经是一个叫深的牙袋 每只牙下面都有微血管 而牙周病细菌可能会经这些微血管 走到身体的其他器官 当我们如果有牙周病的时候 这里的细菌其实就能够透过下面的血管 就去到微血管的循环然后就通到身体里 第二样东西就是炎症指数 当它有牙周病的时候就会很多 就正正令到你的血管里面的内壁 会受到刺激而增厚 也会令到那个血管的病会恶化了 香港大学也都有一些 比较上是著名的临床的研究 都会看到原来有心血管病的病人 经过了一个牙周病的治疗 再做一些血管的造影 看到原来血管的内壁里头 其实都是慢慢减薄的 即是说其实治疗牙周病成功了 不是单止医好你的牙齿 其实就医好你的心血管病 康文在去年入院的时候 除了发现有心肌梗塞 当时也发现原来自己患有糖尿病 有很多代謝以上的 影响了牙床结构的合成 和多了分解 多了破坏 另外一个原理 即是长期过高 白血球的功能受损就越大 在牙周组织的对抗 那些细菌的能力都会下降 就多了细菌的感染的机会 也会影响了白血球的功能 令到抵抗力下降 容易受受的感染 也会影响了微血管的结构 多了血管没受的血管病变 令到血液带入足够的养分 还有白血球去到发现的地方 长期处于一个发现状态很难好 因为糖尿病影响了 褪线的功能和分泌 很多人都会经历肝舌症症 就是口水分泌较少 因为糖尿病的功能 是帮助自我潔症的效果 所以长期口干也容易有蛀芽 也因为糖尿病人的免疫系统比较低 不单是牙齿和牙银以外 连口腔内壁的抵抗细菌的能力都下降 其实增加了出现真菌 有些脸猪菌是感染的机会 不过如果牙周病控制得不好 幻想糖尿病病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 糖尿引起其他病发症 例如糖尿癌、心脑血管病 腎病、蛋白療、脂肪肝 其实都跟牙周病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牙周病和糖尿病的影响是相向 其中一方控制得不好 另一边也会恶化 所以糖尿病要更加规律地跟着自己的牙科医生 做定期检查 同时配合一些合适的糖尿药物 确保血糖指数稳定 才可以加速那个痊愈 如果可以改善饮食习惯和戒烟 其实对双方都好 我有吃钢气压药、心脏药、胆固醇药、尿酸药 我有吃钢气压药、胆固醇药 我也有注射胰固醇 医生也推介了一个程式 吃到的东西可以上升 会有营养师团队 他会看到你吃了的东西 吃的时间、吃的份量 然后他会给予一个分数 然后会有建议给你 如果那些地方是可以走路道道的 我也会选择走路 未必会坐车 下一节回来 继续有医生讲解牙周病 可能引致的心肌梗塞和感染性心内膜炎 另外也有中医介绍免费的 针构戒烟服务 系统性炎症除了有风湿病、牛皮线 其实牙周病更常见 牙周病属于低强度的慢性发炎 会增加患心血管病的风险 这些发炎指数可以如何检验 发炎因子其实可以抽血检验出来 现在有个叫高敏感度的C反应蛋白 C反应蛋白是一个肝生产出来的 一个反白 基本上是免疫系统用它来对抗病菌 数据越高 身体发炎的反应就越高 如果说一楼下就算是正常 一以上已经算是不正常 如果是三或以上 长远来说有发心血管病 心肌梗塞的机会是双倍的 心脏走至一个泵 当发炎因子随着血液走入心血管 会形成触状硬化 长远可能导致心肌梗塞 心脏有三条主要的血管 第一条叫左前降肢 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有一条叫回旋肢 就是在这一边 又在左手边 第三条叫右心血管 就是这一边走到这里 因为心脏一天跳十万下 每一下都需要能量 大量的血液走到血管里面 在血管里面 那些白血球 受到发炎因子的影响的时候 它就会受到刺激 然后吞了血管里面 血流里面的胆固醇 然后就走到血管的外墙里面 就形成了一些触状硬化 长期来说是有两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它有慢性的心血管病 就会有心悦痛 活动能力受限 气速等等的症状 急性心肌梗塞 突然间它里面那些髒东西 就爆了出来 然后刺激了身体 形成一些血块 令整个血管突然间失去 如果先天心脏结构不正常 心反弊所不存 或者换过人工心反 当牙周病的细菌经过血管 走到受损的心反并且滋生 严重可能会导致感染性心内膜炎 心脏有四个板膜 当中有二尖板、三尖板 还有主动活心反 还有肺动活心反 四个板膜都可以受到细菌的侵蚀 板膜发炎 蚕食了的板膜 结果会导致严重倒流 或者板膜是闭所不存 心脏内的压力会失衡 失衡的时候导致心脏衰竭 另外一个后果 血流很厉害的心脏 那些血一泵出来 就泵到脑子 泵到心肝、肺肺腎 即所有内臟 那些细菌、骚髒的东西 都一起泵上去 可以导致中风 可以导致尼曼性感染 而新型3D心血管素描移 有更高的解释度 可以更加清晰和准确地 看到触状硬化的斑块 你看到是圆形的 它的肛是圆形的 里面这个黑色那里 就是血运行的地方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导师 和造影导管 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但是我们如果在血管那里 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就发觉血管的样子就不同了 血管的肛是小了、收窄了 因为被这些骚髒的东西 胆固醇、白血球 那些全部隐藏在里面 有机会突然爆了出来 就导致心肌梗塞 如果出现心肌梗塞 就需要做通波仔手术 将原先收窄了 并且凹凸不平的血管扩张 我们就会在手腕那里 有一条血管 伸一条软熟的道管 上去心脏那里 就将一些治疗的仪器 带进去 脂架平时在身体外面的时候 是压扁了的,是很幼的 因为要经过一条2mm粗的血管 摆在位置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用球囊扩张 然后同一个时间 血管也会扩张 整条血管是粗了的 就是粗幼度是划一番的 康文在去年做了这个手术 这一天回来复诊 施反原蛋白0.7%非常好 就是发炎指数是低了 是正常的 好的,非常好 我们11月中做手术 五个月了 这次我们会改变的 就是血压药加到一天吃一下 旗气入口,不寻常道 颈黑而周一身 令人通体区快 省能使罪,罪能使省 机能使饱,饱能使机 人以代酒代名,终身不厌 燃火气分灼,耗血损年 在中医的角度 烟草属于身温有毒 初用能够振奋阳气,醒脑提神 但是长期吸食 就会出现卷胎乏力 精神萎味的唏嘘症状 烟草产生的烟霧 属于胃族之气 经口臂进入身体 首先会影响肺脏 却伤肺瘡 再经喉咙入胃 便会却伤胃阴 它就像这个伤 如果它喊长期吸入 它会令你的肺 或者血物 累积充满这些 焦油和化学残缘物品 日久就会形成一些 痰乳 阻阻了生物和肺物 烟草日久吸食 亦会造成依赖 令咽隐难以戒断 而博外医院 现在正是提供免费的 中医针咎戒烟服务 根据统计数字 超过八成半参加者 明显减轻了退症症状 在完成了六次的 基本针咎疗程 52周的成功戒烟率 亦超过四成 针咎戒烟 可以帮助戒烟者 调整整体机能 酸通肺气 鎮静安神 改善戒烟初期 因为身体对尼古丁的依赖 产生短暂不适感 例如头昏 闻疹 精神不集中等 这些问题 戒烟療程一般 会在戒烟后 首两个月进行 会提供最少六次的 针咎、耳穴和辅导 并且会在一年内 进行电话跟进服务 全程我们没有需要吃药 每一次療程 中医也会在八个月位上 进行针咎 头部我们会选择百会、印堂 它们有灵芯、鎮静、安神的作用 手部我们会选择内关、裂缺、合谷 它们可以舒缓一些反胃、空门 食欲不振的问题 还有咳瘦痰痰多 脚部我们会选择足三里 三阴胶、泰聪 除了体针 中医也会配合乙穴理治疗 乙穴会用到外胶感、胶感、腎门 皮质下、内分泌 舒缓一些头云、头痛、失眠 凡躁、焦虑、沮丧等问题 另外我们会选择胃、口 去舒缓一些肥胃症状 例如嘔吐、嘎门、食欲不振等问题 我们会选择肺和气管 去舒缓一些呼吸道的问题 例如咳瘦痰多、咽干、喉咙、鼻肝 这个免费的中医针咎戒烟服务 凡年满18岁或以上 有二育戒烟的本港居民都可以参加 不过怀孕或只是服用抗型血药物的人士 就不适宜做针咎了 在节目完结前 为大家推介一款佛手瓜马蹄毛花果汤 适合戒烟的人饮用 有助減轻退隐症状 有疏肝离气、润肺离烟 健脾和胃的功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